物理缺陣生态工作坊让民众了解地方生态与水准历史 这是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里长吴佩玄 结合大安社区大学东宝处与相关生态工作人员规划的生态棋地营造计划 透过环境教育、暑期营、实地演练等 重新塑造物理缺陣的原生种棋地 这个物理缺陣300年 我们就是要让人家认识物理缺陣留过哪些地方 这些真正的一个水文化 那大学里有一条物理缺陣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它 我们更希望成为在地相土教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进行了四个月 那也讲到我们说怎么样让我们的民众认识它清水 让我们的低碳社区更落实 让我们也不喂养 不喂食水中的 也不放生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这个提案是在111年的时候 透过我们餐饮室预算 整个住民大会 在IOS院之后经过一年的时间 也谢谢我们那个东宝处当院P2工作才能够完成 那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一年多 是非常的辛苦 也谢谢包括我们的社大校长 武力长还有我们梁老师 吕迅德老师还有刚刚的邦老师 谢谢大家的努力 那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实往后一直要维护下去才是一个难处 那很谢谢大家 从现在开始都还在针对我们整个物理学菌的相关的物种做记录 然后爬出一个适合我们物种生存的一个生态环境 这是要长久维持下去的一个工作 非常不容易 那里面因为你长得上上上礼拜也来过 他很认真啊 他就在里面也挖了一些清淤啦清垃圾啦 然后抓了一些外来种 那我们都东宝处有参与这个处理 那重点是这个是我们艾伯廷的一个参与式计划 这个是整体社区营造一个很成功的范围 然后我希望这个大学里真的也带动大家 有这个在地的认同 然后有生态保育的观念 然后让这个社区的营造呢更进一步 所有的一个自然资源 包括社区的文化当中提供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 深入社区 可以让孩子在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情境当中 认识了物理学菌 但物理学菌这个水文文的这个历史当中 也让孩子们可以参与了自然人文历史 同时也让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们 有同时创作的这个灵感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的发展 跟老师们的一个那个经营当中 我们幼儿园老师的团队跟我们孩子的作品 也得到教育部的教学作业 也将得最高的荣誉 物理学菌西元1724年新建 是台北盆地最早有新建记录的水尊 比起柳公尊还要早16年 在大学里与生态保育人员积极的富裕 与导渡之下凝聚在地力量 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参与师的预算 然后让我们所有大学里 一起来这边就是跟着配选里长 来照顾我们大学里的母亲 物理学菌 三百年的历史 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更看见 然后把我们生活融入在里面 这些都是配选里长一步一脚一 跟着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努力的 所以我希望说让我们的物理学菌 这个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古迹我们的文化 能够不断的让更多人知道 那变成我们将来这个城市 自己的一个典范 其实我们都有到国外去 我们都很羡慕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都很羡慕 人家国外的社区 那个环保啊历史啊 还有生态整理的非常好 对不对 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就觉得大学里 实在可以说是大安区的模范里 我不知道区长同不同意 我在小朋友都在这边念农安国小 那么也都是拿里长的这个 之前的奖学金 就看见大学里 不管是从人型的安全 到现在生态历史古迹文化 这样怎么还整理的 又结合学校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 我有关心 我有知道才会保护的最好 我相信这个刘工军 大家都听过他 然后物理学局 最近因为吴佩玄才听过他 因为老师才听过他 不过知道之后 我们都看不到他 那如何找到他 谢谢吴佩玄里长 谢谢这个 我们学历处的伙伴 一起帮我们用角 用特别的事业 一起找到他 找到他就要保护他 那佩玄里长在里内 其实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地方应该叫秘密基地 就是大学里的秘密基地 那个旁边原本是一个臭水沟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里面 有鱼有乌龟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神态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让动物活得好 长得好 所以人类绝对也会 身体健康 平安健康 工作坊成果站展示 社区里民社区大学与国小族群 探讨外来原生种 放生伦理 100公分视角 奇老回忆等主题 并且他们挽起袖子 实地清理水沉的外来物种 营造原生种7地 记录重要时刻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